Lun Sang 《思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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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个礼拜 我们谈地方小事 為什麼我們談了那麼多的地方小細 因為不要小看地方小細 它是細渠的根源 而這樣的根源 最近是大陸的學者越來越同意我的看法 小細是細渠的雛形 是戲曲的根源這個觀念才開始 以前沒有人理會的 沒有小細絕不可能有大細的出現 這也是邏輯上很自然的一種推理 可是研究者就覺得 中國戲曲到頌元才發生才有 有些人還和日本那個學者 田中一城的大比價罵人家 批評人家弄的田中一城老先生 說我再也不帶了中國來的情況 包括我請他到台灣 他都不回信 他大概也不知道當中那一類的 其實他們兩兆都錯誤 田中一城仙人是執著於宗教 是唯一的戲曲的原生 他也不知道戲曲有小細大細的一種自卑 那麼像戶錦 還有一個南京大學的叫誰啊 又忘了他名字 他比較年輕 他們呢 把戲曲的完成當作什麼 戲曲的原生 我們一個人生下來就會跑會跳啊 十七八歲的成年人 一二十歲的成年人 當然不會 所以兩個觀念都錯 那我們也說過戲曲小細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列寫呢 我們從古代來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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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挪威小細 還有歌舞小細 這歌舞呢 應該是用這樣子更好 雜技 幽靈小細 幽靈小細 起碼呢 我們講過的有這四個類型了 所以這四類小細 為什麼會有這個分野呢 因為啊 縱使是小細 它過程的元素 會不會是單一的啊 不會 因為戲是一種綜合的藝術 綜合的藝術 所以成為戲 你看最起碼要怎麼樣 要不要劇場啊 要不要觀眾啊 要不要演員啊 還有戲劇本身的核心 就是故事 對不對啊 還有歌舞 應該也可以加上音樂 歌舞音樂 這七個因素 所以起碼要做七個因素 才能夠 構成一個最起碼的小細 可是這個七個因素裡邊 它的核心元素 像這個挪威呢 現在就是它的核心元素 是在哪一個啊 在它歌舞樂這三個這個美學基礎裡邊 它呈現出來的是和挪威有沒有密切關係啊 有 所以它的特質就是挪威 好 踏搖 呈現出來就是踏 就是搖為主體 請問這個踏 就是什麼意思啊 踏地為解 那就是一種動作 對不對啊 身段 可是這時候的踏 和我們現在 發展完成的戲曲的踏 身段 一樣不一樣啊 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踏的時段 它只是一種 純粹韻力的一種 什麼樣 節奏的反應 它那個身段 有沒有達到語言 要呈現一個語言意義的內涵啊 沒有 可是呢 我們發展完成的戲曲的身段 它有沒有肢體語言的作用啊 就有肢體語言的作用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同樣的動作 像搖呢 它自然的一種陰生的流露 對不對啊 可是 到了發展完成戲曲的歌樂 它有沒有許許多多的規律啊 它目的要幹什麼啊 提升它的藝術 才有高的藝術層次 所以這是不一樣 條件雖然好像相同 內容一行是不一樣的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你們大概都會背 崔英英和這個誰在離別的時候啊 葬英英唱了這幾句 崔英英唱了這幾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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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支曲子 是 唱的時候 我們說 中國戲曲 尤其昆劇 到後來是 歌舞樂怎麼樣 融而為一的 是同時展現的 而以什麼為主題啊 以歌 就是歌曲 是 是 歌曲的 這個 所表現的那個 詞意 詞情 它要用什麼把它呈現出來啊 用什麼來詮釋它 來強化它 來 來 來襯托它 來描寫它 來描寫它 相情 對不對 就彼此之間是這樣子的 你這時候唱出的歌聲 要 和 歌詞 相得益彰 可是還有哪一種要相得益彰啊 肢體的語言 就是 身段 身段的動作 肢體語言呈現了那個舞蹈性的意涵 也要和什麼相同啊 也要和這個歌詞的意義情境 思想情感相同 這是同時展現融而為一題的藝術 你們不要小看這一點 光這一點 世界其他的表演藝術就做不到 只有我們中國的做得到 好 好 拿這個觀念來說 我們說 踏搖 小細的那個踏搖 歌聲是 滿心而發 述口而成 唱出來大家就知道 所以那個語言呢 非常質樸 明白 直接就打動人的這個心 肢體呢也是這樣 韻律 但是它沒有意義 它和歌詞的內容沒有關聯 它只是一個節奏 和那個歌樂的節奏而已 可是你看 發展到這個 演員唱碧雲天的時候 我們從他的身段來考察 光就眼睛而已 光就眼睛 比較好解釋 否則的話其他加起來太複雜了 我們就光眼睛的舞蹈 目前說眼睛的舞蹈 唱碧雲天的時候 可以不可以 碧雲天這樣唱啊 當然不行 你眼神要什麼 由近望遠 遼闊的空中 眼神這麼一唱 為什麼啊 表示什麼啊 追離北怎麼樣 天涯海角 這碧雲天一唱的時候 要有一種寂寞望遠 然後醋悵之情 就流露出來 眼睛的舞蹈要怎樣 好 然後呢 常常黃夜地 這是什麼 時序 秋天的時序 的感染力 你也應當 從遙遠的高空 然後慢慢看 哎呦 滿地都黃夜 在你的這個足下 秋意很深啊 秋意很深 給人的惆悵 就更加多 所以眼神的那個 感覺就是 憂鬱惆悵 但是你要這麼看一下 西風景 西風景 眼神當然不能正開這麼大 西風一吹來 眯著眼 但是肢體呢 是顯得有一點冷 說說的那個樣子 各位 北宴南非 當你唱這一句的時候 站的位置不能站錯 比如說 這是北 北 那麼這個呢 西 東 南 南 那演員只能怎麼站 在我們中國人 北 一定是 拿我們現在的教室來說 這裡是北 那邊就是南 所以呢 我唱北宴南非 只能唱 站什麼 站在這邊 然後北宴南非 你眼神就從右 北宴南非 這樣看過來 你如果背著這個什麼觀眾 北宴南非 那是東宴西非 類似這個也要注意 所以北宴南非 看著這個 小萊 雖然雙林醉 有個具象的東西在舞台上 是什麼 什麼 戴霜的 豐樹林 這個豐樹林已經被什麼 被染成 秋天染成 紅色的 紅色的 鮮紅 和白色的鮮 在裡面 相映剩下 更鮮明 更鮮明 給人的感染力更強 所以小萊 雙林醉 這個醉 既是 雙林的紅色之醉 也寫自己 怎麼樣 自己在眼前的景物的那個 迷你彷復 迷你彷復 於說 舞台上有沒有雙臉 沒有 但是你要 好像就在眼前 你的眼睛也是 被他迷迷仿佛 在他們總是離人類 你要不要這個 淚水紛紛而下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淚水紛紛而下 像歌子戲那樣就是什麼 那就寫實了 就違背了我們中國的寫實的這個 藝術 藝術 你就好像怎麼樣 讓人覺得 你類也要 你異低也要未低 這就是高明演員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們就可以看出小戲大戲 中間的藝術的這個差別 那像這個農椅 我們講過的像方向樹 或者炸劑裡邊的 或者九哥 等多樹 農與小樹 那麼太堯呢 好問題 像太堯娘 對不對 炸劑呢 以這古樹 為主體來 形成的小戲 是什麼 還記得嗎 東海怎麼樣 東海皇宮 幽靈呢 就宮中的這個 古蹟輝鞋的 宮廷小戲的幽靈 好 這一些啊 可以說 這四個元素 可以說 是古代呢 小戲啊 原生的 是個線索 也是個主要元素 主要元素 也要有其他次要的元素 才能構成小戲 對不對 但是小戲的直性的特色 是由哪一個元素決定的啊 主要元素決定的 所以不同類型的小戲 這個道理都一樣 發展成大事也一樣 也一樣有主要元素 主要元素決定戲曲的 那個直性和特色 後來呢 比如說有一種小型曲藝 收創小型曲藝 那是到後來 近代才有 在以前啊 這一類的還沒有立正 還沒有立正 那麼請問各位 像這一些元素裡邊 最大的 最大的元素 影響最大 產生最多小戲的 應當是哪一個元素 就是鄉土的歌舞 對啦 對啦 踏搖 就是鄉土的歌舞 鄉土的歌舞 所以 發展到近代 我們 中國 是踏搖 因為 影響 鄉土裡邊 最大的 就是鄉土的歌舞 鄉土的歌舞 可以娛樂 鄉土的人心 當他們呢 累了的時候 或者是 說成好的時候 他們都會高高興興的聚在一起 唱唱歌 跳跳舞 然後 往 中國呢 福源非常的廣大 福源非常的廣大 古代交通方便不方便呢 不方便 所以一個 地方的人 住在一個 特殊的空間 譬如說 昆山人 是住在昆山那個 特殊的空間 對不對 黃梅縣的人 住在黃梅縣那個 特殊的空間 那麼 像這個 奕陽人 住在江西那奕陽特殊的空間 他久而久之 這個區域的人 游語和別的區域呢 隔絕 在語音上 慢慢的 就因為環境不一樣 有些地方呢 他隔絕得很厲害 所以變化就會多還少啊 就會少 有些地方 交通四方八達 他變化了就會怎麼樣 變化了就會大 為什麼啊 難來別亡的人 會不會來影響呢 會不會來影響這個當地的人啊 會的 語言也會交流融會的 所以 古代 開發的早的是北方還是南方啊 北方 像我們福建這個地方 我把它研究啊 福建為什麼 保留了 中國最古老的音樂 對 我系 和系群 就是因為福建 一邊海 三邊都怎麼樣 都是山 我有一次從江西搭飛機 越過這個什麼呢 武夷山 哇 那個山是相當高的 古代要怎麼樣 要能夠進入福建並不容易的 所以福建的文明 是在什麼三 中華民族三次大南遷的時候 才一次比一次怎麼樣 高起來 平常大家進不來 那就是五福亂法 東進南遷對不對 那就被追嘛 要逃命 逃命特別這個 可以重開 重重障礙 他在那個危急的那個場合裡面 發揮到他自己沒有想到的潛力 民族呢 要魅亡 被這個敵人追的時候 哪裡能鑽就鑽起來 所以第一次專進 開始有中原文化 第二次又什麼時候 唐末 對不對 唐末的這個 這個 皇朝啊 這個之亂 所以有一些呢 也 又進來 唐末這個影響當然又更大一點 第三是什麼 金兵南下 對不對 這一次又更多了 所以使得 這個福建的文化 真正提升的是第三次 因為第三次就出了很多的這個名人 包括朱西啊什麼 都在這裡邊 都來了 而且呢 南宋的都城又在哪裡啊 又在杭州 對不對 杭州距離福建遠不遠啊 不遠 影響更大 所以南宋呢 以後呢 這個 這個福建 對考上進士的狀元啊 參與朝政就多 文化 才 才這個起來 才有所謂海濱桌爐 會誰吧 海濱 冰就是三點水那個冰 海濱的桌 桌是誰的家鄉啊 孟子 爐呢 紅子 就是桌爐等於這個文化 是地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啊 福建是因為這樣衝擊 才發達起來的 其他北方 你看各位看北方 五湖亂華 唐代還民主大融合 對不對 唐代民主大融合 所以北方的語言呢 就變化很快 你看 到了 宋元之間的時候 北方 入生 我們中國 入生 都 消失了 可是呢 在福建 再更謠言的是什麼 廣東 廣東 還保留中古音 廣東還九個聲調 福建呢 還七個聲調 就是這個緣故 你看 南館音樂 我們這一次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前 南館音樂 我第一個考察南館音樂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的 以學術的方法 以學術的方法 我寫過南館音樂 極其戲曲的 南館古樂與古劇的成分 我下了結論 我意思就是 還存在南館音樂 是在南館音樂和南館戲裡邊的 古樂和古劇的成分 我下了結論 這個結論 一直到現在沒有被顛撲破 包括大陸的學者都承認 它有 宋代大曲的遺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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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什麼呢 也有宋代南館的一種很豐富的面貌 很豐富的面貌 那為什麼緣故啊 因為它的文化進來以後 就不容易出去 就沉澱在這裡 所以福建的語言是中古音 福建的音樂戲曲 也是中古 可以說宋 保留宋代的 南宋 尤其南宋的現象 還有 魁蕾戲 我們沒有講魁蕾戲 魁蕾戲 最發達的時代 是宋代 而魁蕾戲的 尤其懸屍魁蕾的精華 就 帳口魁蕾的精華 就保留在宋代 那這在福建 以及民間小戲 民間小戲 民間太陽的小戲 類似竹馬戲 也保留在福建 這是整個中國 它保留最多最古老 是這個緣故 是這個緣故 所以每一個地方呢 都會產生那個地方 或者比較古老 或者比較這個什麼呢 因為民主融合 有變化的 各種腔調 各種腔調 我們說南腔北調 就有一種語言的變化 三個因素 時間 空間 為主要因素 時間 還有怎麼樣 說的人 這三個元素 那麼 這三個元素 主要還是以人類為核心來轉移的 所以什麼叫腔調 一直沒有人能把它解釋清楚 我用了很簡單的話 各位把它寫下來 方音 憑藉方言 方音憑藉方言 也就是方音以方言為在底 憑藉就寄託在那個 方言這種在底 就是方音 憑藉方言所產生的語言旋律 或者要更清楚的 方音憑藉方言所產生的地方性的語言旋律 為之強調 為什麼要特別說這個呢 那麼這個腔調 方言 每個地方說的方言 他要把它文藝性 最初級的文藝性是什麼 是耗子 對不對 再高一點呢 歌謠 歌謠 所以這歌謠呢 就會變成 一群腔調的一個載體 你如果說用當地的歌謠 來做載體所演出的這個小戲 那就會到處都有 對不對 到處都有 所以呢 這個歌舞啊 因為歌舞的歌 在這裡就是地方性的歌謠 每個地方都有歌謠 可是每個地方的歌謠把它呈現出來 由於什麼不同 結果就會不一樣啊 由於腔調不一樣 因為腔調是方音 憑藉方言所產生的語言旋律 所以每個地方的方音會不會一樣啊 不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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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接近的 有差別怎麼樣 很大的 所以呢 我們中國的語言啊 就學者把它分作 官化區和方言區 官化就是國家行政體系裡邊 互相共同使用的語言 在朝廷裡邊 在官府裡邊所使用的語言 所以你要做官 你要不要學官話啊 會的 要學的 就像現在呢 我們在台灣說學國語 在大陸說學普通話 一樣的 那麼官化的核心 當然是北方 因為 中國古代的政治中心呢 絕大部分是在怎麼樣 北方 所以北方官化 就像河南河北 山東這一代的 叫北方官化 那麼中州 中原語音 就變成它的標準音 往西北看 就是怎麼樣 西北官化 西北官化就是 山西西 陝西 甘肅 青海 青海 這部分 西南官化 就是四川 還有湖南 湖南 以及雲南貴州 這個區域 長江流域官化 就是 沿著長江流域的 湖南 湖北 靠近長江的這一區域 叫長江流域官化 東北 東北 東北去的人 是北方去的人多 山東 河北 這些去的人多 所以東北 也是屬於 這個什麼 北方官化的 這個 那 方圓區呢 江浙一帶 江浙一帶 五語 果天五的 五語系統 福建 就是 民語 廣東 越語 江西 幹語 這些地方 就是 所謂 方圓區 方圓區 如果要用語言 來 分別的話 那麼中國 起碼可以成為 福建 福建 國 廣東國 江西國 類似這樣 其實這個 歐洲的那些什麼國家 都是拉丁語系 延伸出來的 對不對 他們的這個 列國的這個語言之間 事實上也就是當時候怎麼樣 成為方圓區 然後 統治者就由各國往形成的 所以他們可以 現在叫什麼歐洲什麼 歐盟 也有他的道理 歐盟事實上等於我們中國的大一統一樣 因此呢 歌謠 為基準的中國地方戲劇 就非常的多 但是有四大系統 我們中國的這個歌謠系統啊 我們中國的這個歌謠系統啊 有四大系統 在北方呢 在北方呢 是陽哥 長江流域 是花谷 東南丘陵地 是茶哥 西南地區呢 是花燈 陽哥啊 顧名思義 他是怎麼樣 布種啊 收成啊 啊 尤其的時候 農民啊 在 這個田野裡邊啊 大家 踏搖 歌唱 羊哥 牛羊哥是什麼 配合哪一個自在表演呢 羊哥主持唱 對不對 牛羊哥就是什麼 踏搖 大羊哥是什麼呢 當時候啊 共產黨啊 很會利用民間文學 民間歌謠 做為一種 政治運動宣傳的工具 它呢 可以把羊哥 集合 許多人同時表演 那場面大不大啊 你們也要知道那個鑼鼓啊 民間的鑼鼓啊 悄悄打打 在這個 這個 哪一次運 不知道是 市運吧 大概第一次世界運動會 韓國人 就把他們的那個 等於說我們發股 韓國那個股啊 那種打法 是宋代的 我們傳過去的 是我曾經考察過 我們大陸的呢 他就集合了 在這個 陝西一帶的 北方的那個 那個 大極葉螺谷 很 北方高亢 對不對啊 民情也比較 這個 威風八面 集合了一大堆 叫威風螺谷 你看在那個 國際場合 你哪個萬人的 威風螺谷 威風不威風啊 我身上的場面 非常的盛大 我到這個 這個 延安一帶去啊 我到延安 也看過當年 毛澤東住的地方 誰住的地方 真的很簡陋 他們革命的時代 是很簡陋 那個的威風螺谷 還擺人 擺人已經 也相當什麼了 據說有一次啊 台灣的這個 叫國特 你們知道什麼叫國特啊 國民黨的特務 當然兩岸都會 我們叫什麼啊 我們叫匪諜 共匪的見諜 有一次國特 他們知道 就在這個火車上 但是不知道怎麼樣抓 就把火車停下來 所有的都下去 然後演奏音樂 大洋歌的音樂 大家就跳 大洋歌 國特那兩個 沒訓練過 比手畫腳 一看就是知道 這兩個人 就抓了 所以這個大洋歌 那洋歌戲呢 就是 有什麼啊 洋歌戲就是 有情節 有故事 是戲曲小戲 所以戲曲小戲 要到洋歌戲 同樣的情形 花鼓 各位知道花鼓 他為什麼特別舉出這個花鼓 他還是鄉土的踏搖啊 那為什麼要這個花子呢 各位 凡是我們 這個中國的語言 有一種共性 比如說錦 這個錦 錦繡的錦 是美好的 還是醜陋的 美好的 但是說什麼錦 什麼錦 是錦 實錦 什麼錦 它一定是多樣性的 但是它是典雅性的 還是庶民性的 庶民性的 同俗性 所以花鼓的花 也就是在它 踏搖的時候 疾骨的變化 各種不同的滋韻 因此稱它為花鼓 東南 所謂花鼓就是以湖北、湖南、江西這一代 花鼓市為多 東南的採茶區 各位知道以什麼 以浙江、福建、江西、陵北一帶 這個是茶歌 因為 丘陵地最適合種什麼 種茶 那麼茶歌呢 現在客家的這個採茶 你們都知道 在茶山裡邊 互相倡達 南民歌謠倡達 即興的倡達 以前大陸有一個影片叫什麼 阿里屋三妹 里屋三妹就是描寫這個 雲南一代 好像雲南貴州一代的一個女孩 她很能唱歌 還傳說有一個讀書人要去和她對答 因為茶歌都是怎麼樣 即興的 她有一個基本的槍型 這個叫以槍傳注 一個槍把那個語言套進去 傳達那個語言性出來 所以你只要槍抓住了 句子套進去 都可以即興的來傳達 當然她的高低強弱長短 你也要控制你的歌詞的意義情境來配搭 牛三妹呢 很有名氣的 一個秀才說要看她對歌 開了一條船 再了一船的書 所以材料很多 結果牛三妹 隨口答 她來 那書都沒用 來不及翻 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這種三個歌謠 它是即興 觸發出來的 所以我把它用了八個字叫滿心而發 對不對 滿心在你心裡面 充滿了 發出來 四口阿成 四口要不要打草稿 嘴巴 一張開 都是同樣情緒 所以茶哥呢 對火的茶哥最多 所謂對火三哥 就是一難一女 一難一女 好這些呢當然 如果把它編成 這個 這個聲段的話 加上故事 簡單的故事 就是 猜茶戲 就猜茶戲 西南一帶 在元宵的時候 元宵的時候都會 因為民間的洗手 都做各種花燈 這花燈大概都用什麼 什麼來做啊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好 民間的花燈都會用這個生肖 我們現在還是一樣 你看這個洗手 每一年有什麼當孽 那麼這個 因此呢小孩都會提著那個生肖的燈 然後沿街什麼呢 行歌踏舞 一邊唱一邊跳 就會產生了一個鄉土的怎麼樣 踏搖 說花燈啊 就這樣出來 那把這種 由元宵節 原生出來的這個 這個花燈的踏搖 加上故事情點 就變成什麼 花燈戲 所以 我們的四大小戲系統 就這樣子 可是呢 每個地方的歌搖啊 常有他們各種地方的命名 譬如說 東北內盟呢 有一種 兩個人 對唱對舞的 事實上的也是怎麼樣 也是大搖 凡是鄉土的 歌舞 都可以用 踏搖這兩個字來概括 而且這兩個字可以 通古今 上下通古今 左右通全國 這兩個字 各位把它記住 這是我發現的妙初 那像內蒙古 東北 東北 就是二人傳 對不對啊 二人傳 我在 哈爾濱 也看過他們 兩個人 高亢啊 這個動作啊 快捷啊 等等 那像在青海一帶 甘肅一帶 甘肅一帶 我也都是聽他們唱過 還是被當貴賓接待的 叫做花兒 叫做花兒 對不對 他們每一年呢 都有花兒的比賽 哦 這些唱花兒的這個明星呢 各個雲集 老百姓呢 坐在草地上 聽花兒 很自由自在的在這個草地上 舞台的廣場前面 這是 可以說 一種全民的同樂 這種場景啊 我也 在這個 哈佛大學那一年 我到 密西根的 我把他翻成天鵝湖 他事實上就是 Tanger Wood 我把他翻成天鵝湖 因為那邊果然有個很澄澈的湖 裡面的山林呢 蒼翠的不得了 綠草如荫的一個廣場 在那個地方 Tanger Wood裡面 就有一個 波士頓交響樂團 波士頓交響樂團 在當時候是非常有名的 我聽過他演幾次演奏 那個指揮是日本人 那個時代 在裡面演奏這個交響樂 人家呢都是躺著在 一樣的散播各地 各種服裝啊 穿著呢都有 每個人的姿態 男女的這個什麼 通通不一樣 我寫過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就把那個場景寫下來 你看 你看 一個是在 在中國的西北 一個是在 那個 美國的那個 那個 麻州 麻州 的那個 中部 Tanger Wood 一個是現代 文明文化 一個是保留怎麼樣 但是 老百姓在欣賞 在什麼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所以他們的交響樂 已經普及化到那裡 可是那邊的 華爾 還有蒙古 還有什麼 爬山調 這個你們 應該都比我還清楚 你們學音樂的 爬山調 現在 像我們 像我們 閩南就叫什麼 叫鴿子 瓜 我們就叫鴿子 所以鴿子會變成什麼 鴿子系 好 好 黃梅調 是在 湖北 安徽交界的 那個 黃梅縣 事實上是在湖北 還不難 還是安徽啊 應當是 應當安徽吧 應當安徽 就是 是屬於安徽 那麼那個黃梅縣的那個 歌謠 就變成 大家說黃梅調 就變成黃梅系 道理都是 一樣的 一樣的 各地商鴿呢 你譬如說在 上海 我和你們說過啦 它叫 攤黃 攤黃 攤黃兩個字 可是我 我問啊 我一個朋友叫朱恆夫 他專門研究 攤黃研究 我說 什麼叫攤黃 他說給我聽 我說 我用常識就知道你在胡說八道 可是我 還是搞不清楚 這個語言啊 經過一轉彎 就不一樣耶 你看我們現在的這個報紙語言 有好誰 過一些年 真的搞不清楚 譬如說 婉君小妹 表妹 她現在婉君 事實上就是婉 婉君 對不對 誰會想到這個婉君 再過一百年裡面試試看 誰會想婉君 就是婉君呢 還有 寫出來是 寫出來是 揣共 揣啊 小揣 共產黨的 共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出了共 就是 和音 那你將來呢 把它寫成在小說或者什麼文章裡面 寫揣共 揣共 就不知道了 因此我們先什麼敲竹槓啊 拉皮條啊 有的沒有的 許多的語言 真要考察起來啊 什麼啊 為什麼叫點檔 對不對啊 等等的好些入場用語 要追溯她的 到底還是一樣的 好 這個就是說 整個 中國呢 有許許多多的怎麼樣 因為鄉土 地方腔調 結合它的太陽 產生的地方小戲 多奴怎麼樣 牛毛 這樣的小戲 是可以隨時生發的 但是大部分是什麼 隨生隨妹的 妹啊又成 又生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 春天來的所有的鹹花野草啊 一下子怎麼樣 哇 一大片 可是過幾天 隨時都沒了 民間小戲這樣 只有其中有一些 會發展成為大戲 小戲會發展成為大戲 所以鄉土 大戲啊 絕大部分是由鄉土小戲怎麼樣 發展出來 我們的歌子戲 現在宜蘭的醜棒歌子戲 是歌子小戲 我們現在國家劇院演出的歌子戲 歌子大戲 對不對 兩者之間 你簡直不敢說它是同一個 這麼樣發展出來的 可是呢 近代的地方大戲 由於近代的這個 種種社會條件 它也可以從 我們剛才說的什麼 說唱藝術 大型的說唱藝術 像彈詞古詞 把它怎麼樣 人物故事 說的人物 變一個角色來演 一個角色來演 叫他們站起來 一演 就是怎麼樣 就會成為大戲 這個就是說唱大戲 一變過來 還有那個什麼呢 也可以由 木偶戲 木偶戲 發展到結果 木偶戲的故事內容 又非常複雜 人物也眾多 把木偶變成什麼樣 人來演 也可以變成木偶大戲 轉換過來的 就是近代才有 在古代沒有 下邊呢 我們來綜合來觀察 這一些 小戲 在文學上來說 它就是 基本上 絕大部分 的小戲 都是純粹的地方 什麼樣 歌謠 所以歌謠 我們說俗文學裡邊 英文學裡邊的 歌謠 的直線 和小戲的歌謠直線 會不會一樣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講過的 歌謠的直線 在地方小戲 它的唱詞文學來說 是同一 是相同 那它既然是一種戲劇 所以小戲的直線 共有的 它也都有 比如說我們來考察 他的 他的 這個故事 都是什麼樣 故事一定簡單 還是故事 簡單 都生活裡邊的 鄉土裡邊的 還是呢 書本上傳說下來的 基本上是生活裡邊的 周遭發生的故事 這個故事一定是 這個故事一定是 簡單 還有呢 還有是 生活裡邊的 第三 他的這個劇場 是在商業劇場呢 還是在 鄉野裡邊的 廚地為常的常呢 廚地為常的常 所以我們說 劇場與戲曲之間 有一個 各位還記得沒有 我說了什麼 廣場踏搖 對不對 還記得吧 廣場踏搖 高台碑戈 然後是什麼 奇書宴賞 還有呢 郭南憲義 還有呢 宮廷慶賀 你把它寫下來好了 記住這五個句子 受用無窮 這個裡的高台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說的什麼 語台詞 這個曲書 是組的怎麼樣 家庭的 家樂 家庭的西班 下邊呢 劇場不同 戲曲的劇種 戲曲的演出 戲曲的劇團 也都不一樣 我這五個名詞很簡要 簡要 概括了整個中國戲曲 劇場與戲曲的密切關係 劇場 像小戲一定是廣場 劇場 像小戲一定是廣場 好 戲曲的 角色呢 是廣場 是廣場 單獨一個人的 就叫獨角戲 兩個人一定小醜小蛋 位置二小戲 就是 加一個人 可以一蛋兩醜 也可以一醜兩蛋 但是也可以一醜一蛋一小生 一小醜一小蛋一小生 這位置是什麼啊 三小戲 基本上不能超過三個人 當然也有超過的 那就是它本身要 有一點要開展的味道 這些小醜小蛋小生的 和後來我們所說的 小醜小蛋小生 跟意義不一定一樣的 這裡的小 是不是年紀大小的意思啊 不是 只是一個瓷陀而已 瓷陀而已 像 瓷西太惡的 那個 離不開的太監 叫小里 小是瓷陀 禮呢 是它姓 又是什麼 瓷尾 三個字有兩個字沒意義的 但是這麼一來呢 瓷西太惡這麼叫他 親切不親切啊 貼心不貼心啊 小立志 看看你聲調怎麼樣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但起碼是親切的 好 角色是這樣 他的藝術的特質呢 藝術的特質 怕咬 對不對啊 藝術的特質 他內容的特質呢 除了剛才說 剛才是內容 是 簡單的故事 生活的 手勢 這些呈現出來的是怎麼樣 古蹟灰灰水 也就是說這個戲曲所呈現的 這個內容的特色 就是古蹟灰水 好 演出這一些 有沒有什麼主趣啊 有沒有像 你們曾老師編一個 清白蛇 就在罵天下 無情無意之人 寫這個什麼啊 孟江宇 就在說 這個 政府不體系百姓 寫政成功呢 就在說 英雄的無奈 寫李湘君呢 天下讀書人都混戰 類似這樣 就有止氣 請問小夕的指趣是什麼 有沒有剛才我說的這些啊 有沒有什麼倫理道德教化 沒有 他只是讓大家怎麼樣 欸 解除疲勞 歡樂 歡樂 因此他古蹟灰血啊 好 就這個 服裝來說呢 他的裝扮來說呢 他是淨扮還是醜扮呢 淨扮就是 有一種母臺的化妝 講求美觀美感 醜扮是什麼 欸 不管這一些 當時候的生活 是怎麼樣子 喔 就呈現什麼 所以當時候 老百姓穿什麼衣服 龍人穿什麼衣服 他在舞 演出來就是那樣子 就是那樣子 就是那樣子 所以是醜扮 他最喜歡 用的道具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喜歡拿手帕 為什麼喜歡拿一把扇子 或者一把雨傘 或者一個什麼呢 什麼編啊 那個叫什麼編 啊 霸王編啊 霸王編 那個叫霸王編 所以道具 其實他都是 為了要什麼 家常肢體的 長度 使得舞蹈 好看 所以在這個什麼呢 拿到道具裡面 有沒有在耍這些 手中小道具的一個 雜技特技在裡面呢 你看那個手帕 對不對 有時候可以弄成 各社各方的手帕 那個拿了傘子 對不對 有時候都啪 那個霸王編 在手中也是 也是一樣的 幫助舞蹈 這戲劇必須構成元素 小戲和大戲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個從什麼 從劇場來看 從故事來看 從角色來看 從什麼 是不是特色就出來啊 其實就是這樣 你也許 再想一想 它又會有 又會有 那以上所說的 就是 小戲在文學藝術上的 特色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拿台灣呢 最 這個 代表性的地方戲曲 鴿子戲啊 來做例證 裴先生啊 你上去 鴿子戲的列寫 是我把它建構出來的 第一 鴿子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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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三,老歌子戏,或者本地歌子戏 第四,夜台歌子戏 第五,夜台歌子戏 第六 第六,大型歌子戏 第七,福胚子歌子戏 第七,福胚啊,一胚兩胚,胚開的胚,福胚子,各子戏 那轉型歌子戏 轉型歌子戏的第一,是廣播歌子戏 在轉型底下,你用ABC,或者用 A,廣播歌子戏 B,電影歌子戏 C,電視歌子戏 多少啊 這個轉型算第幾啊 那第九,就是 精製歌子戏 精製歌子戏,也就是現代劇場歌子戏 歌子戏 歌子戏在神教行列 大家覺得累了,要休息 要休息 他 歌子戏在一個廣場裡邊 休息 那一段歌子戏 那一段歌子戏唱的閩南歌謠 大家很喜歡 有人就拿了四根竹竿 把它架成一個小小的表演區 在竹竿裡邊 歌子戏的演員就上去表演了 大家覺得好看啊 因此以後 每一次的歌子戏的遊行 就有一兩個人或四個人 兩個人或四個人 背著什麼樣 扛著竹竿 水血 到哪一個店 停下休息 他一擺 就演出 好 沒有歌子戏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找怎麼樣 在廣場一擺就演出了 這就醜半落地掃 落地掃 就是 不是在台面上 在除地圍場 叫醜半落地掃 表示他是在演出 那這時候才開始真正形成什麼樣 鄉圖小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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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時間 距離現在大概一百 一百 我寫文章的時候說八十年 八十年 那我那個寫的是什麼時候 也很古老 齊明我七十年左右了 三十年前 三十幾年前 所以距離現在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前的現象 後來慢慢的 這個大家覺得 用歌曲戲來唱 台灣的民進故事 楊三伯啊 朱英台啊 李蒙正啊 金谷感娘啊 陳三五兩隊啊 十世紀啊 十世紀啊 十世紀 這些民間的東西 但是他們穿的衣服 打扮 還是醜半 也就是說 他故事內容 眼鏡啊 藝術 裝扮藝術 還是沒什麼長進 踏搖的這個什麼呢 依舊在 我把它取得說 這個就是現在他們 呃 在周末啊 逢年購節 有時候還會在 呃 宜南啊 羅東的那個 公園裡邊 在那玩樂的 他們稱為 本地歌子 啊 或者稱老歌子戲 這些老歌子戲 被我發現了 我所謂發現 不是他原來沒有 而是就台北人的觀點 學者的觀點說 以前沒看過 呃 宜南的人也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和他的歷史地位 藝術文化的這個 象徵的意義 那被我一看了 我當年就知道 我賦予他的這個 這個地位 我就把他請到台北的演出 啊 那時候你們曾老師啊 你說 文件會啊 教育部啊 這些人都很尊重 我說了什麼 哎 他們大概都會 都會支持 嗯 我就把他請到 那時候是教育部 請到 南海 路 不是有藝術教育館嗎 現在還有沒有 還在 上面演出 還有民間劇場 我辦了民間劇場 在青年公園 讓人免出 這就是台灣原始型的歌子戲 是大家了解 他躲在那邊 幾個民間的藝術工作作者 也沒有 沒有賦予他的意義和地位 就像南館的地位 也是我把他建立起來 當然我的老哥 許常惠教授 他沒有 雖然沒寫文章 但他也是一樣的支持的 好 又有一支 這個什麼呢 那時候迎神賽會啊 要演出的呢 是以什麼為主啊 以別管 別管 別管 別管是個比較 概念比較廣的 大概沒有時間來 來談這個問題 我們還有一次上課 需要的話我來講 別管呢 是拿現在來說 是包含什麼呢 包含從甘肅傳過來的 這個 龍東調 幫子 古老的幫子 還有呢 由幫子 在 湖北 形成的西匹 湖北的那個 湘陽一帶 形成的西匹 在山江西 宜黃 形成的二匹 合成批法 這一些呢 又由邦 又由一揚槍 一揚槍 轉化到後來有四平 一揚槍很高 轉化為四平 這個四平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事實上它就有很高 降為 因為以前的英階啊 八平 八韻頭 韻頭 你知道 降為四韻頭 大家聽起來沒那麼高 強烈 所以叫四平 可是台灣的四平西後來怎麼樣 以西匹阿房的冒充 所以後來台灣的四平西 其實也就西匹阿房 因此在 別管西裡面 其實就是 從 甘肅傳到 傳到哪裡呢 傳到 河南 中原地區 開封 鄭州 和洛陽一帶的 河洛地區 因為傳到哪裡呢 又傳到我們台灣 我們說河洛 注意聽 河洛 河洛 血透了 變了 河洛 那個 那個 落水的落呢 變成浮露獸的路 所以河洛变洪洛 河和湖 左音 这变湖路说 取代这个什么河洛洛 然后再转什么 变洛洛 把那个路写成道路的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湖路 其实一考察出来 就是河洛 但是也有一阵层湖路说的湖路 河洛 现在一般都写福建的道路 河洛 这个就是一阴之转 我和你们说过民间东西 这样的一个系统 和CPL房 那时候这种视频 事实上就是CPL房 在庙会里面演出 演出他们总要休息 要不要吃饭 休息吃饭 我们老鸽子系的演员 因为那时候慢慢大家很喜欢看自己的乡土艺术 唱出来就听得懂 他们就跳上什么视频系的舞台来演出了 哇 观众更多 就更加喜欢 说这不一定是我们台湾的歌 歌语 这样一来就模仿 好 如这个雨后春旋一样 就起来 有些人开始什么呢 就动脑筋 哎哟 那大家那么喜欢 但我如果把它关在西岩里面演出 说钱 不是可以大捞一笔吗 所以就把它转入到哪里啊 内台 内台 在孤政府他们 孤家 我不批评嘛 你就想着骂 孤家呢 在淡水里 就有信念 但是呢 同样台南也有信念 所以哪里先呢 我现在搞不清楚 总而言之呢 就是 搞别人喜欢 把它请进什么 请进到内台戏去演出来 各位想一想 到了内台戏演出 要收人家的钱 你自己要不要进步啊 要不要唱得更好听啊 穿的衣服要不要更漂亮一点啊 故事情节要不要更吸引人啊 所以到内台以后 自然的艺术性就提高了 这个呢 大概啊 在民国呢 这个野台戏的 野台戏到内台戏 应当很接近 大概在民国十二年左右 在这之前 也留步回夏兰 所以大陆的学生考证 台湾的鸽子戏 流传到厦门 最早的是 这个民国六年左右 所以厦门现在称鸽子戏 很早 那么 传到张桌 张桌事实上就是什么的元素啊 鸽子的元素 鸽子在张桌 但是因为传到了张桌 张桌恰好有一条江 叫香江 闽南的这个 闽南里的流域 鸽子的流域 香江 因此他们改成为什么 香聚 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说他一定在民国十二年 因为民国十六年啊 日本政府 有一些未道之事 就开始写文章在批评了 鸽子戏有人批评 是不是他非常的胜的时候啊 还是弱啊 被重视不是被重视啊 重视啦 被骂的人呢 是一定有分量的才会人家要骂他 所以鸽子戏 未道之事 有人主张要禁 因为他 动作啊 语言有一些 比较猥褻 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但可见 民国十六年以后啊 鸽子戏啊 成为台湾乡土的重要戏曲 各位知道 这个 政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所以日本人呢 未来要 把台湾老百姓变成他的奴隶啊 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民国二十六年 路过桥事变 中国全面抗战 然后他又 这个太平洋战争引起 他去 轟炸珍珠港 有一个马路消息说 当时的杜鲁门总统 其实是知道他们要出风炸的 他故意让他风炸 为什么啊 因为风炸才会激起什么啊 美国人的这个 投入反日 他才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知道 怎么打都不会打到美国 那参加这一次战争以后啊 可以捞很多 你看美国人的结局 你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啊 日本人 现在就开始推动了 皇民化运动 要使每一个台湾人变成中国人 所以呢 会穿和服 会说日本话的 叫做什么呀 模范家庭 另外的待遇的 现在看起来那些都是什么 奴眼什么呀 背稀的这个家豪 当然我刚才要骂没骂出来的 他们祖孙好几代想这个 日本鬼子的福利啊 好 因此呢 他日本人对于凡是 和我们中华文化有关系的 我们祖先留下来的 要不要铲除灭绝啊 要 所以 慢慢的叫你不说敏恩话 黄民化 就是要说日本话 穿日本和服 生活到日本式的 影响老百姓最深的是哪一种 东西啊 宗教 所以他要把神像 我们家里 我的祖父母 穷得很 只会打鱼和种田 家里呢 有一个仓库 堆的都是 地瓜籤 你们知道什么叫地瓜籤吗 那个地瓜这样磨 磨出一条长长的 去晒干 有时候呢 晒晒晒 西北鱼来了 西北鱼就像这样 来不及 抢进来 发霉 草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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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都吃够了 人家说出那种东西 没有癌症才 你看你老是到现在没有发现癌症 了不起 那个时代 然后我们的神像 就藏在那个地瓜籤堆里 因为日本人 冒说 要去 中华化 那时候不是中国化 这个 中华文化 嗯 然后影响 第二大的 是民间的娱乐 所以禁鼓乐 凡是 我们民间的敲锣打鼓的歌谣音乐什么演出 通不行 鸽子戏 布袋戏 可以演 穿和服 拿武士刀 唱鸽子调 就可以 布袋戏的稀有 中国也都要变成日本人 这些 所以我非常愤懑地在一个录影 有一个影片我主导的 叫做掌中舞春秋 这个五个字是当时候我提 叫他们提的 我串场 从头串到尾 就是台湾 布袋戏发展史 那钢铃家梦 是我建构的 我串场 那个导演非常用心 找了很多资料啊 影片啊 配搭 他访问了很多布袋戏的奇数 这个录影带还在吗 还在啊 下个礼拜就放这给大家看看 那下下礼拜 放给你们看 因为那个很有意思 放完我们就喝酒去 大家来看电影 那我最后那一段的话你们注意点 我注意点 我就是急反对文化艺术 被怎么样 政治操弄 所以当年我们某一个政党 去中国话 我也不客气地在什么 批得这个锅水喷口 你们正好说发起脾气来很可怕的呀 那为什么呢 道义正义之所在 你还不发声 你什么读书人啊 或者我平常温雅千功有礼 所以我如果在日基时代 那火牢早被抓去杀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看整个台湾的民主艺术 文化会不会沉寂下来啊 通通沉寂下来 像这一次把我们摧残进去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啊 有个韧性 像万年的曹子 你们知道曹吗 为什么这块地 几年不理它 那草就长了一大堆啊 万年的曹子嘛 它有草的这个种子 可能几千年前 什么时候存下来 为什么一潭水 你没有放鱼 它就有鱼虾啊 因为千年的鱼卵 鱼卵是可以在土地存活千年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就像这样 所以在 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光复雨后 我们的民主艺术啊 如雨后春春 啪啪啪 很快 很快就恢复了 鸽子系布袋系什么 热闹滚滚 很快就往上提升 所以在民国38年 虽然国民党那个年被赶过来 但是民国38年 一直到民国40几年 这中间呢 是台湾乡土艺术 蓬勃发展的高峰期 蓬勃发展高峰期 那时候的鸽子系 有一个卖寮公路社的 成城山 啊 东城 山对成千的城 一二三三 他是在云林卖聊 公垃圾 打工做一个 快乐的乐 他呢 不会演戏 但是他经营得非常好 有七个剧团 一个歌舞团 那个小咪 你们在歌里 那个不是非常活泼啊 什么戏都能演 我很欣赏他 他就是歌舞团 艺侠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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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的 我曾经去拜访他 在他家吃了两顿饭 要把它整理 我也叫我的学生 当年去到沈东啊 黄秀锦啊 刘兰芳啊 后来刘兰芳投入 这个我还没有说过了 这个我还没有说过了 因为我到德国去 这些东西 面对来完成 这个我还没有说过了吧 这个我还没有说过了吧 好 他就是大型个子型 他开始办学校 把最优秀的学生投入 然后呢 他开始编剧本 那时候的小学教员 一个月480块台币 他给那个汉娥仙 一个剧本 多少钱 你知道吗 4万 所以这些汉娥仙 都会编数据脸 都会押韵 鸽子戏呢 就很快速的 家家户户狼鸣上口 就是他的大型鸽子戏 他服装 道具 服装的这个彩绘师傅 画了很多布景 那时候变景是怎么样 捲起来 用拉的 现在国家剧院 像明华园那个 电力案什么 很快速 那时候都用拉的 但是变景不同的情境 他就有不同的布景出来 所以吸引观众很厉害 老百姓看戏怎么样 都开现在他们的 现代来说都开 家家户都开冰室车去 可是那时候冰室车是什么 牛车 牛车 大大小小坐在一牛车 就去看卖鸟公认社的鸽子市 然后他的戏板又往蓝鸟扩充 所以陈城山这个人是可以大书特殊的 哪一个碩士生研究 这足以写一个碩士论 绝对没问题 那时候他最先去的时候是民国19年 后来你看 也发挥很大的功能 他又向我说 我觉得一个剧场最多做一千个人 观众也不是很多 那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电影呢 第一个想到不是他 可是第一个想到人滋滚少 用16厘米的 没什么好看 所以算失败 他老兄有钱有魄力 你看一个剧本他四万块钱这样出 重伤之下必有勇夫啊 所以他的那个戏曲就吸引人 很吸引人 好 他就开始筹画 他说 薛平贵与王宝川 王宝川与薛平贵 是这样 拍成了第一个电影鸽子戏 他向我说 电影鸽子戏 王宝川与薛平贵 在当年的圆环地带有一个两个戏院 我练书的时候都还有 一个叫中央 一个叫爱狗 同时演出 他说观众直破了窗户 那样的盛况 于说为鸽子戏开创了另外一个路头 其实电影鸽子戏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因为他剧场转变 鸽子戏的直性就变了一套 不新鲜 对不对 那是新鲜 因此刺激了怎么样 台湾电影的闽南女片的大为流行发达 这是他带动的 在这个时候 到了民国四十五十年吧 整个情况开始变 尤其一个关键的因素 民国五十二年 1963年 台湾电视台开播怎么样 开播鸽子戏 接着又什么要来的 那这个 国民党那个叫什么 中国电视台 中国电视台 是不是啊 又开播了 中市 然后华市 华市是国防部的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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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湿是省政府的 这三台陆续开播 把内台鸽子戏打了一塌糊涂 就慢慢退出 连城城山都受不了这个压力 说坛子 连他受不了这个压力 说坛子以后 他的大型鸽子戏 是有创新的 有闽南语 怎么样 歌剧的那个 新潮的味道 有些也模仿他这个 说这个歌剧是台湾尼斯 Opera Opera 翻成闽南话叫什么 Opera 就好像呢 好像 狄话 这个新疆的狄话 原来叫什么 烏鲁木齐 人家烏鲁木齐也没什么 可是闽南说 以后呢 乱七八糟了 就叫 烏鲁木齐 Opera Opera 本来就是 新的这个面貌的 歌子戏 新潮歌子戏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因为 时代不同 整个叉啦 变叉啦 歌子戏 从那台走出去 演出 到野台就乱七八糟了 也没有故事情节 一出来 你会唱两句 洋洋歌 就唱洋歌 你等一下出来唱日本歌 我就看了 全都不搭掉 也无所谓 就乱闹一起 真正OK 就服来一起 歌子戏 这个在歌子戏 遭遇国家的命运 所以歌子戏就流落到野台里面去了 我们说到的 这个歌子戏 转型 歌子戏 由大型歌子戏 为什么要转型 因为 表演艺术 尤其戏 尤其戏曲 是非常现实的一种表演艺术 环境改变 经济条件改变 时代思潮变化 戏曲就跟着变了 那你看 在台湾呢 1945年光复 光复 这个 以来 到1951年 这个年代 使歌子戏 进入黄金的时代 这个大小剧团 这个 牛洞 这个 城乡 非常的热闹 那个时候 当然我经历过 我那时候的 这个 也到了十几岁了 都记忆很深了 那时候这个歌子戏呢 我们说大型歌子戏也说过了 对不对 机关布局的变化 灯彩戏 就是 声光电话都应用了 可是也因此呢 外来的媒体 对不对啊 尤其话剧啊 电影啊 什么进来 就多媒体的 当然对歌子戏有所冲击 但是 我和各位说过 那个陈城山 还会写吧 呃 就是 是 是陈城山吧 陈城山先生呢 他 像我说 他觉得 一场戏 一千多个人 演 如果变成电影 随地都可以演 观众并多 所以他就开始用 鸽子戏电影画 拍出来一个 那个什么样 鸽子戏的 这个 电影 叫做 薛平贵与王宝川 我也和各位说过 这个电影 在当年的圆环 圆平 圆平南路 圆平北路那边的一个圆环 有一个中央和爱国戏院 然后击破了窗户 那个盛况 我也和各位说过 从此引发出了什么 引发出了这个 台湾的那个台语片 其实用不应用台语 台语是错误的 闽南语 台语在语言学的语系 是缅甸一带的语系 叫台语 我们地方语言叫 闽南语 这个 这个其实或者明语 应该说闽南语 因为明语还包括了 明北闽南 闽西之分 这个闽南语电影 在台湾的兴盛 和陈城山先生有关 那么同时呢 因为有好多工人 农夫 他们劳作的时候 也希望有一点愉乐 插秧的时候啊 在工厂呢 这个劳作的时候 能够愉悦一次身心 所以就用阿尔坡 希望听歌子戏 所以当初许多的电台 最有名的 就是正宗广播电台 组织了一个天马歌剧团 天马歌剧团 揚秘画就是在里边的 廖穹之也在里边的 这个产生了什么效应呢 各位 因为 它就是 一个集团 录影的时候 也是排个圈圈 你是男主角薛丁 薛平贵 你主角王宝川 轮到你的时候你就说 轮到你唱的时候你就唱 录音下来 把它播出 所以呢 听众 虽然只听到声音 但是可以 让他们呢 像收唱一样 带动剧情 又欣赏歌子 歌曲的曲调 产生的娱乐效果也很大 所以就很流行 各位 像艺术里边 我们说 戏曲是综合艺术 这种 广播 广播歌子戏 会最容易提升的是哪两种艺术啊 声音的艺术 那么声音是什么呀 唱 烈 唱练的艺术 所以啊 歌子戏艺术 唱练提升 也因此歌子戏的新曲调 我一个这个也认识了 本来我也写过歌子戏的唱词 他还把我谱成歌子调了 本来要在电视播出 后来呢 经费不足或者干什么 就胎死腹中 叫曾仲银 曾仲银 我这个曾仲银 伯仲银 这个影子 欠银的银 利银的银 曾仲银 曾仲银先生啊 是做了许多的新曲调 我想他说 你当时做的这个曲调 都是因为某种情节 所以你就用什么样的词 配合闽南语的唱腔 我说现在呢 杨毅发 叶青 黄湘连 随便就把你抓来 就安啊 就擦 你觉得怎么样 他对啦 都不伦不类啦 我运河调 是这个你还是脱运河死的 那当然是很悲怆 对不对 可是你抓来 硬喝掉 就把他唱得很高兴 这当然是冲突 所以那个就不对 他说虽然 虽然歌子戏 我说对 虽然歌子戏的制约性很浅 很浅 可是你的语言的情境 对不对 思想情感的情境 你毕竟是悲的 所以你运河调呢 后来人要填紫 也应该填悲的 不能填喜的啊 可是都不知道 亂来 后来在电视里边用的 常常出这个问题 这个是电视歌子戏 这个广播歌子戏 然后呢 就1961年 民国50年 台视开播 接着中视 接着华视 一连串 然后在歌子戏 就由舞台的艺术 转换成为什么呀 荧光幕艺术 请问荧光幕艺术和舞台艺术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舞台艺术是写意的 对不对啊 荧光幕艺术呢 写实的 这两种艺术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 电视歌子戏慢慢的走向 就是 名存实网 歌子戏 就名存实网 歌子戏的 精神灵魂在哪里啊 在乡徒语言的 畅烈 对不对啊 在乡徒故事情节的 呈现 要共同展现的是 大家 最真切的 乡徒情怀 可是 转移到 电视里边 这些还有没有啊 慢慢就少了 因为演出的 来个西汉演义 西汉的试探 台湾会不会有关呢 杨贵妃也无关 尤其到后来呢 慢慢着火入谋 走入了武侠的什么 最可恶的就是一个男人呢 天生就是 学富五居 也不要练书 就学富五居 也不要赚钱 就家财忘贯 当然就长得 玉树林峰飘片了 所以杨厉花演的呢 周围总是可以取得像唐伯虎那样 这个八美图 你反正里边稍微漂亮一点的见他就爱 别人也就不爱了 然后他一天到晚可以施舍人 一掏出来就一块银子 怎么来的 我们也不要管 反正大家去 然后武功是超群的 文武全场 就变成 走入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加上那个电影当时叫D 我这个书里边啊 谁啊 什么P 什么D的之类的 弄的呢 我就像 当时候河洛歌子戏团的老板 叫做 刘宗远 他到台大来向我取经 我 他妈呢 我就在那个 当时候罗斯福路有个大学日本料理 我请他吃饭 然后小雨大一 他说要以我为艺术总监 我说好 我给你挂个母 我是不拿钱的艺术总监 最多请我吃过几顿饭 我告诉他两件 第一 你在电视 要走入历史剧 因为历史剧是有思想内涵 你要连续也都有史实可依 但是不要按照史实 这里边可发挥很多 然后呢 舞台艺术 你要恢复歌子戏的曲调 歌子戏精致的语言 重新展现在舞台之上 从舞台进入艺术电台 国家戏剧院 或者是各文化中心 他非常敬重我这个建议 一说他就用西汉原意 在中式里边制作 结果得到金钟奖 或者在舞台剧也联系得到世界的金钟奖 名气大照 我因此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从野台到国家戏剧院 金字歌子戏的六大诉求 等于我就以理论化来宣布 歌子戏要转型为金字歌子戏 所以那一阵子就精致歌子戏 然后像杨毅花、玉清、黄香年、明花园 这个等等呢 都往这个路途来走 就变成歌子戏呢 重新回到这个剧场里边 而且是现代化剧场 就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末 但是中间在这个电视剧里边 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它深入家庭 剧场深入家庭有二十几年 那现在的歌子戏呢 可以说还是金字歌子戏的 那个氛围的转场 那么各位 那是无奈的 因为现代表演艺术 传统的 现代的 扎根传统的 创新的 五花八门 歌子戏能够维系到现在 每一次的国家戏剧院 或者陈树台 比较重要演出 观众能那么多 尤其杨丽花、唐美园 包括明花园 可以说座物虚席 一方面那么号召力 二方面也就是说这一种 精致化的歌子戏 是取得现在台湾观众的 一致的认可 一致的认可 包括主群不同 客家人 缅男人 这个大陆来的 这些同胞 原住民 都能够进入剧场来看 也就是说 亚熟呢 是合一的 这个是 歌子戏的 大概的现况 那在民间夜台 南部、中部、北部 也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剧团 像 哎呀 您走 又都把他们忘记了 林赫宇很清楚 目前对歌子戏 台湾歌子戏的生态 演出 这一些啊 是 蔡欣欣教授 调查的最清楚 我的学生 正大的蔡欣欣教授 对于歌子戏的音乐 深入研究的 尤其对传统音乐研究的 就是我们在座的 游宿房、游孝兰 他对这个歌子戏的 比较传统的音乐 写出第一本 歌子戏 细时的这个 钢链架构 是 在座的里面 曾老师 这个书 很多版 很多 好几版 好几版 大概是我的书里边 畅销书之一 但是后来都不给我稿费 他呢 可是这本书 我才花16天就写成的 你们可以翻翻看 里边有什么好处啊 有好多啊 当年的照片 这个叶清啊 什么 那个年轻的时候啊 这些开头的 这个杨丽发年轻的时候啊 那 就翻一翻 这个乡谷艺术啊 在 大陆呢 可以说 还有 还存在的 几个重要的枪戏 这个枪戏的分野 来分析 这个地方戏曲的 以枪调 作为 地方戏曲分野的 是有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学者 叫周仪白先生 会不会谁啊 周是周公的周 仪呢 背台 就是赠送的仪 白呢 就是黑白的白 他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 周华斌教授 现在在 北京的 这个 传媒大学教授 周华斌和我最大的差别 他也是一党的领袖 燕党 他也是一根一根接的 可是他成就不了党轨的架势 因为他都独享其乐而已 我们九党是什么 乙重乐 乙重乐 他真是啊 每一次我和他就冲 滚出去 不要在我面前搓烟 因为他一根接一根 又是环绕在党魁的左右 你说你怎么受得了 可是我这样骂他也从不生起 他为他复兴写了一个传记 我看了实在是感动 周一白先生 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历 从小穷苦 在戏班里面 打混 讨伤口 可是 不停地自修 自学 几十年 从三十几岁 就立志研究中国戏曲史 就开始写相关的著作 他一辈子最主要著作 就是中国戏曲史 他起先叫中国戏剧史 最后还是定为中国戏曲史纲要 他最丰富的书就是中国戏剧史长编 长编比他有一个书三册的 叫中国戏剧史 那个更加丰富 而一生里边遭遇到日本人的压迫 尤其文革的时候给他的折磨 他最宝贝的书 后来平凡送到家里 他的太太说 你的宝贝毕竟回家了 所以那些书都沾满了尘土 他也不去摸台说 太晚了 因为他的身体 精神已经被折磨到 无法再整齐了 所以霍拉77岁 是这样一语一中的 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他没有诗成 可是他写的戏剧史 对于史料的运用 是第一个建立了中国戏剧史 通俗的人物 他把戏剧史的写作 由暗陀的文本 带入了舞台的演出 他认为戏剧史不经过演出 是没有意义的 在他之前 王国伟 日本青木正老 都只是指上谈兵 所以这个了不起 还有他对于腔调 以腔调来 第一个注意到戏剧史 要留意到地方戏剧 也是他 也是他 而且地方戏那么样的防复 几百种 他懂得用腔调做他的基准来分裂 这都是了不起的 所以我要写的中文戏剧史 当然超过他很多 我不是催你 因为他毕竟那么艰难 他那时候的资料 他那时候的时间 那时候和他病逝的学者的成绩 都还不足 可是如果没有他的那个著作 从我在念书 研究所 读到他的书 我也没有今天的这个戏剧史的 这一些这个 更多 更广 更深更高的见解 没有的 注意 各位注意 学术是这样的 不要你以为后来居上 你就了不起 追根溯源 前辈学者的 那个努力 就像我上课 为什么一天到晚读到 我的老师 郑英伯先生 如果没有郑英伯先生 教我的自学态度方法 一篇文章的行文的 这个种种的这个 有形无形的训练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这也是给各位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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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衣服